有些蒜頭和豆豉做什麼呢? 做這個豉汁蒜頭蒸白豉 豆豉就用這個牌子是最棒的 自己切自己剁 蒜頭大約8-10粒 我們先把豆豉弄壞 豆豉弄碎 這個情況也是從小到大媽教我做的 用菜刀的餅子切碎 不用放在砧板上切 這樣做 蒜頭先切碎 我們先切碎 攪拌一下 一大瓶 要先切碎 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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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 鎖乾溶水份 這個就是頭的位置 頭的位置是最肥美的 這裡買了半條 大約二百元左右 我買的那間 鮮一定是漂亮的 但外面那些就不敢買了 今天打風還是 突然之間百號風格 沒有人想著會放假 魚都賣光 他說要不要鮮 你都吃開了 我說好吧 叫師傅幫你切到盤毛鮮 蒸出來又方便又好吃 先把蒜頭牛絲放進鮮裡 舊舊都重量放 這樣做出來 就會更好吃 有味 我先把蠔鮮呢 之前已經加了半茶匙的 生粉 加上少許水 接著加了少許生油 這樣下去 再現在放在蒜蓉豆豉 放在蒜蓉上 我現在準備點熱水 水滾起了 我再放一條魚下去了 大約蒸十分鐘左右 鮮已經蒸好了 先關火 蒸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要放些 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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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些芫荽 然後倒一些滾油 放下去 很簡單很容易做的 豆豉蒜蓉精展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請LIKE 日後想再看我的影片 你就要訂閱 分享給朋友觀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